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词小课堂 中华大世界 读诗词 听故事 给孩子一个有诗有梦的童年 各位好 欢迎来到诗词大世界 我是子飞 在我们上期的节目中 我们分享的一首是由唐朝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所写的《春晓》 也是一首快智人口的名诗 不知道我们收看收听节目的小朋友还能不能记得这首诗 让我们一起来回忆复习一下《春晓》 在上期的节目中 我曾经讲过《春晓》这首诗 说的就是诗人孟浩然在春天的早上还在甜美的睡梦中的时候被惊醒了 他是被谁惊醒的呢 是被窗外传来的清脆的鸟叫声 处处闻体鸟到处都是唧唧喳喳喳的叫声 由此诗人听到和想到的春天的景象 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多多地朗诵和熟悉这首诗 好 我们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一天一首诗 在一千多年前的一个春天的夜里 下了一场春雨 成都南郊的一处草堂里呢 一位诗人推门而出 微风迎面而来 夹杂着细密的春雨 此情此景让诗人若有所思 由此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 春夜袭雨 而我们说的这位诗人就是杜甫 这首诗的作者杜甫自梓 因为他曾经做过公布的侍郎 用我们现在的职位来解释的话 就是大概叫做建设部副部长 所以杜甫也被人称为杜公布 是河南人 他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这个人呢 忧国忧民 人格高尚 所以后世呢被人称为诗圣 就是诗中的圣人 他大概有一千四百多首诗呢 被保存了下来 杜甫的诗意精湛 在中国古典的诗歌中是备受推崇 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因为他的诗呢描写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现状 所以呢他的诗被称为诗史 就是诗中的历史 通过他的诗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历史状况 杜甫和另外一位唐朝最伟大的诗人 李白合成李杜 那么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 李商隐和杜牧 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小李杜区分 那么杜甫和李白呢 又合成大李杜 这个指的是他们艺术上的成就略有高像 那我们给您浪松一下 今天要讲的这首春夜喜语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前入夜 润雾细无声 也竟云聚黑 江传火独明 小看红诗处 花众锦观成 我们先来看第一句 好雨知时节 知就是明白 知道的意思 知时节呢 就是知道时令和节气 那么本来只有人才能够知道 时令和节气 什么时候来 什么时候走 但是在这里 诗人呢把春雨比作了人 是一种倪人化的写法 就是说呢 好的春雨呀 应该是善解人意的 懂得在合适的时候来临 春天的雨呢 其实分为很多种 有像我们诗里写的这样 润雾细无声的 也有呢随着冷风一起降临的 甚至还有呢 因为春天的时候呢 冷热交替 还会下雪 下冰雹的 那么不是所有的春雨 都是知时节的 所以也不是所有的春雨 都能被称为豪雨的 我们看这首诗的题目 叫做春夜洗雨 但是整首诗通篇 都没有写到一个喜字 但是它却通过描写的意境 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 为什么诗人会说雨是好的 我们来看第二句 当春乃发生 乃呢是旧的意思 发生 萌发 生长 那么这句诗的意思是呢 正当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的时候 春雨也就降临到了人间 第三句 随风潜入夜 这一句呢和后边的润物细无声 可以说是千古的明天 潜就是指暗暗的 悄悄的 比如说潜水艇就是要沉在下面 不被人发现的 春雨呢并不会像夏天的 那样的暴风骤雨 倾盆而至 而是轻声轻雨 捏手捏脚 在夜里呢随着微风 温柔舒缓地降落下来 我们来看第四句 润物喜无声 润物呢指的就是滋润 春雨降临大地 替万物能够能够得到滋养 因春雨的温柔舒缓 所以才能够悄无声息地 滋润着世间的一切生命 这里的戏无声和上一句的 潜 随风潜入夜的潜呢是相对应的 就是因为它是随着微风悄悄地来 所以滋润万物才是没有声音的 而不是呢非常喧嚣地去邀功 我们再来看第五句 野静云聚黑 野静呢就是野外的小路 山间小静 那么一定是非常窄的路 我们还有一个成语叫做阳长小静 非常细小的山间的小路 天上的云呢浓黑一片 乌云滚滚笼罩着乡间的小路 这样的天气呢可能会预示着 这场雨会下整整一夜 如果只是薄薄的乌云的风吹云散呢 可能很快雨就停了 而浓密的乌云预示着雨 会一直持续下去 虽然说乌云滚滚 那时候也没有路灯照明 但是在一片黑暗之中 远处在江上的小船里 却闪出星星连点的灯光 顿时呢会让我们觉得 有一种温暖和希望在其间 这两句啊是诗人看到的 我们再来看第七句 小看红诗处 小我们在春晓这首诗里曾经讲过 小呢就是指清晨早上 破晓嘛 小看红诗处 那么前几句的诗呢 都是杜甫在描写啊 夜里观赏到的山野雨景 野镜云聚黑 江传火独明 漆黑的这样的夜里的雨景 而这一句 小看红诗处呢 说的其实已经是 第二天早上的情形了 那么红用来代表呢 鲜艳的花朵 我们经常说大红花 大红花啊 那么红诗处就是说 被雨水滋润的花丛 在昨夜的阴雨之中 诗人呢 只能看到渔船上的灯火 但现在啊 清晨天亮了 忽然发现呢 被雨水滋润的花朵 娇艳欲滴 所以我们知道 在买这个花店买花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经常在上面 喷洒一些个水 这样看起来呢 花朵是格外的鲜艳 我们再看最后一句 花仲景观城 花仲 是说啊 花朵花丛 因为呢 一夜春雨的滋润 沾满了雨水 看起来非常的饱满厚重 所以叫花仲 景观城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现在的成都市南郊 也称为景城 因为三国蜀汉时候呢 负责管理织景的 官员的办公室啊 就设在成都市南部 南郊 所以呢 用景观城来代称成都 这样听起来更有美感嘛 景观城或者是景城 那么 诗人杜甫呢 曾经在成都啊 住过七年左右 而在这段时间呢 相对来说 他的内忧外患呢 可能压力会稍微小一些 所以他在这期间创作了 大概两百四十多首 快指针口的诗篇 那么现在呢 在成都还有杜甫草堂 来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 那么这首诗呢 就是杜甫推开自己草堂的 门之后呢 听到看到和想到的事情 那么最后一句诗的意思是说 因为一夜春雨的滋润 景观城的花朵 吸满了雨水 显得饱满 厚重 娇艳欲滴 如果我们把春夜 洗雨这首古诗呢 改成一篇散文 大概是这样的 在春天里 善解人意的小雨 好像知道时节似的 在春天来到的时候 伴随着微微的春风 在夜晚悄悄地降落大地 无声无息 温柔地滋润着万物 天空一片昏暗 笼罩着田野小径 看不清周围的景色 唯有江边渔船上的一点渔火 放射出一线光芒 在黑暗中显得格外明亮 等到第二天早上 天色放亮的时候 那湿润的泥土上 必定布满了红色的花瓣 景观城的大街小巷 也一定是一片万紫千红的迷人景象 这首诗的大意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下面呢我再来为您朗读一次这首诗 春夜洗雨 杜甫 豪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雾细无声 也静云聚黑 江船火独明 小看红诗处 花众 景观城 那么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呢 我将要分享给您的是王维的相思 相思呢也是一首筷子人口的名片 也有人把它叫做红豆 好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希望您锁定中华电视网 关注识词大世界 我是子飞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马上进入由小江老师 为您主持的汉字小课堂 一路芳华品味幸福 学生假期 中旅 日本本周十二日游 四月十七日就出发 樱花美景 饕铁美食 历史名城 独特文化 酣畅购物 经典内容品质好 家长不需此行 日本樱花 人者动漫 宝金翻漂流 环球影城 迪士尼 精彩安排 更好玩 孩子一定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